推擠喔 麥麗奔跑搶第一 去年三倍券发行后 各大百货卖场引爆人潮 今年行政院加码推五倍券 预估十月初上路 会赞成现金 因为现金可以让他自行 所以说所需要的要使用 那券的话有时候是期限的问题 消费券是会有帮助 因为消费券顾客会拿出来使用 那你现在景气大环境不好 你如果发现金可能有些人 就是把这个现金暂时存起来 不论发现还是现金 各界看法不同调 不找零规定 对于小本生意相对不便 作家苦林就认为发现金相对省事 如果你发现金 那有困难的人可以纾困 没有困难的人可以挣心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发现金 不发现金对民众或许来说最有感 但看看国外案例 美国政府前后发了数次现金 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消费 其余都把钱存起来 日本也普发现金 结果储蓄率持续上升 对于消费市场同样没帮助 在疫情发生之前 我们台湾的储蓄率是将近35% 可是今年 那特别是在这个三级警戒疫情发生之后 现在储蓄率是超过39% 是超过四个百分点以上 所以说当然是现金的话 那会有一些民众就是会储蓄起来 那他能够发挥的那种层数效果 拉抬经济成长效果就会比较有限 想冲高GDP达到振兴目的 专家认为钱花得掉才有效 而且还要能带动额外消费 去年发行三倍券超商龙头加码推出随取卡 用三倍券能抵四千元消费 各大零售业者也祭出优惠 让三倍券放大再放大 经济部推估三倍券经济效应 总领用人超过两千万人 其中数位使用人数突破一百七十万人 每人平均消费金额超过五千块 推算总体经济效益破一千亿元 疫情舒缓了以后是要振兴 那你花现金就不对了 花现金有很多人可能就不会拿出来花了 因为振兴是要让滚动的 让消费滚动的 所以应该要花一个 让他可以滚动的一个工具 靠发振兴券刺激经济早年也有潜力 马政府时代曾发行三千六百元消费券 比一比当时总预算花费八百五十八亿元 GDP贡献百分之零点四三 对比去年三倍券总预算约五百一十亿元 GDP达百分之零点五三 而比照三倍券模式即将发行的五倍券 总预算粗估一千一百亿元 预估可创造千亿以上效果 抗发券达振兴效果也借贡献一千元 划三倍或五倍金额 让民众产生不想浪费的心理作用 今年也特别针对弱势族群 不必先拿出一千块 预计有一百零九万中低收入户社会 以后拼经济要把钱划在刀口上 三零期晚郭医生 吴小婷台北报道